有讲到这个自动化 当然最后其实我们中期的目标就是希望产生一个年历不太需要做任何事情 你只需要输入什么 按一下那个年历的时候 输入那个年份 比如说你需要产生哪一个年份的那个这个年历的话 比如说我输入2017好了 然后呢 按确定之后 那这个是Input Box 而且是Application的Input Box 那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不输入那个数字 我输入那个文字的话 它会停住 不会继续 也就是说这个Application 里面的Input Box呢 可以防止你输入非数字的部分 所以这个一定要输入一个数字 比如说我这边打上那个什么 假设我今天打那个2的话 我今天是打一个不是数字的这个部分的话 那比如说我今天打个中文 有些人可能这个可能观念上面的部分 他可能会打一个什么2 比如说2 00 其类似像这样好了 那这个当然它不等于是一个数字 所以你按确定的话 会出现不正确的数字 如果利用Application点Input Box的话 就会帮我挡下来 因为我那个Type 里面有个Type的设定 设定一定是要是数字的 如果不是数字 它会有出现这个错误 所以我输入2017的话 当然我按确定之后 变成我要全部全自动 那实际上 我们那个上礼拜那个 那个做年利的流程 大概不外乎就是什么 其实如果你回想起来 1 一定是会有一个第一天的日期 2 产生每个月 每个月的第一天 3的话是什么 就是把每一个月 都跑完一遍 那怎么知道 跑到的 比如说2月好了 1月应该没问题 2月的话呢 可能你跑到3月1号 那就会怎么样呢 应该就不能往下了 如果3月1号 那不能显示 也就是说 我这边会有个逻辑判断 判断什么 如果我下面 即将产生那个储存格 它的月份 跟现在产生这个月份 是不一样的话 那就不要往下走了 就是要跳离回圈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我可以做出尾要的结果 那最后当然还要什么 把礼拜六礼拜天做格式化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说 你今天希望能够按一个按钮 它全部都完成 那这边当然我有一个 一个一个范例给各位 然后按确定 你会发现它就这样跑 它其实因为它跑的速度不快 所以也可以看到有一些细节 不过如果你不希望它那个细节出来 其实你也可以把那个 那个动的动画关掉 它就是按下去 全部跑完 它就显示出来 不过那个部分要把那个什么呢 有个功能就是你不要显示那个动作的那个部分功能关掉 那个是由Application这个物件控制的 它里面有个叫Screen Updating 应该在你们那个我们有一本书那个书里面 有提到好像这第五章吧 你看一下Application物件 里面就有提到一个属性叫做Screen Updating Screen就是画面 Updating就是更新 画面更新把它关掉 那就不会产生这个效果 那当然你也可以怎么把这个地方做清除 那清除的话不外乎就是先清除格式 因为礼拜六礼拜天有格式嘛 那再把里面的资料清空 先把格式清掉 再把里面的东西清除 那至于那个程式嘛 其实你说会很困难吗 那当然其实有它的难度 但是呢基本上都是根据我们之前的观念所写出来的 所以刚刚做了什么呢 第一个输入第一天的日期 那实际上我刚刚讲的Application.InputBox 就是在这边 那后面Type等于 冒号等于1意思就是说 这个地方呢只能够输入数字 那就Type冒号等于1 当然如果只能输入文字 我经常中好像是等于2 那如果说你想要知道更多 如果你想要知道InputBox怎么使用 邮标放在上面按一个F1 它也会有一些相关说明出来 这个好像之前有讲过了 这里面都有了 所以其实说明书都很清楚 你就可以善用它 然后所以再来就是当它输入之后 就会把比如2017再串接斜线1月1号 因为我必须要产生那个第一天 放在哪里呢 放在A2 有没有放在A2上面 所以基本上呢我这个地方 假设我中断点放这边 输入个2017好了 按确定 那在这个地方呢 它会得到A42017 在跟那个1月1号串联之后 丢到A2 所以我这边再按F8 它会把那个有没有 第一天先输出了 就是不过因为我这边背后的格式 用的是那个民国年 预设那个 再来的话呢 跑什么 跑每个月的第一天 每个月的第一天 那基本上一定就是2到12 那2到12指的是2到12蓝 2到12蓝的哪一列呢 一定是第二列 那我输出什么东西呢 输出就是 那这边最后我这边用一个Day Add Day Add前面也用过 它意思就是说 间隔几个月的意思 那跟什么比呢 这边是跟A2比 所以跟这个逻辑跟那个1Day 有点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我这边 跟1 跟那个 这个1月比 相差 那I是 由2开始 所以相差一个月 那就是2月1号 相差 再来就是 I会变成3 3减掉1 那就是相隔两个月 相隔三个月 以此类推 所以这边的话 那就是最后再把最后的结果 先暂时放在D里面 再把这个D放在它应该放的储存格 OK 所以这个地方是产生每个月的 这个第一天 然后跑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2月1号先跑一下 这个2月1号 然后再来就3月1号 然后就是4月1号5月6、7、8、9、10、11、12 每个月都出来了 OK 那至于为什么会写成这个样子呢 其实因为这个是我用我的逻辑是推敲出来的 所以至于当然这个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标准答案 只是说你要用什么方式 可以把你需要的结果把它显示出来 我想这个部分 那我给各位参考一下 那因为我直接直接想到是一个day add的一个这个函数 那再来的话就产生 什么 每个月的下面的日期 那怎么产生 基本上呢 这个J J指的是每一蓝 每一蓝 所以先蓝 再来是每一列 每一列指的是底下的日期 所以它的跑的方向是先跑一个月 再跑下一个月 再跑下一个月 OK 那这边有一个逻辑判断 一辅什么呢 这边有个month 这个month指的是它现在 这个即将产 这个D指的是即将要产生的那个month 即将要产生那个month 跟它上一个储存格 所以减一 有没有同一个月份 如果有同一个月份才输出 如果没有一个月份 It is for 什么意思 跳离回圈 It is for 意思是说 不要再往下跑回圈 意思是说什么 跳离回圈了 也就是说 就不会继续帮你输出日期 那意思是说 如果因为2月28 再来3月1号 3月1号呢 底下都是3月了嘛 那就不要往下就跳离了 所以这个地方给各位参考 如果以后你会遇到那种 逻辑上面有这种需求的话 就是不要往下跑了 回圈可不可以停掉 可以啊 那这个有个关键字 就是It is for OK 那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呢 假设我这边设个中断点 把它往下跑 有没有 1月跑完了 可能会比较会有 我把这边设个2月的话 可能会有没有 2月对不对 那2月呢 因为在即将产生的那个是3月1号 那3月1号跟2月28 2月不同个月份嘛 所以你会发现 我这边中断点停在这里 It is for 它就怎么样呢 就跳到那个for Nex的这地方 就离开了 它就不会再往下 就是说呢 这一栏就结束了 请你再往下一栏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全部跑完之后 然后再来这个地方 咻一下全部都帮我跑完了 应该没错啦 因为不同月份都不会输出了 那再来最后就格式化 日期 那所谓格式化日期 我另外额外用一个独立出来的一个方法 那特别注意 以后呢 如果你的城市非常冗长 但是呢 你又不想要破坏它原来的结构 比如说你突然把格式化日期放在这边 感觉好像怪怪的 你可以怎么样 用call的方式 独立出来 那问题是 格式化日期在哪里呢 实际上你可以另外再起一个什么呢 另外再起一个这个 这个副程式 还原格式在这里 格式化日期在这里 也就是说你可以用call的方法 那call的话呢 就是说呢 我呼叫另外一个副程式 他去帮我做这一件事情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不会说 如果你把底下这一些程式写在刚刚的下面 这也是可以啦 可是问题会让那个主程式看起来很凌乱 为什么 因为突然又跑出一大堆东西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用一个什么 插入一个新的程序 这个程序名称也许叫什么 格式化日期 我这个副程式主要的目的就是 把我现在的日期啊 全部都格式 就是礼拜六礼拜天 用不同的颜色去做格式化 那这里你可能要学的就是说 第一个 你要给一个回圈的范围 那不外乎就是for i i的话指的是列 第二列到三十二列 然后呢 for j就是蓝 1到12蓝 OK 所以这个地方先给范围 这范围 等于是比之前还多一个蓝回圈 那也就是说以后 因为一般我们试算表里面 那不外乎就是列了 不外乎就蓝了 反正你试算表里面要全部通通跑完 那就直接这样写 那再来需要什么呢 先判断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里面的资料 因为可能有一种情况是完全不用判断 什么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呢 这个储存格里面呢 完全没资料 那你要判断礼拜六礼拜天吗 完全不用吗 所以我这边逻辑判断 第一个 如果这个储存格里面 它不等于 特别说不等于空的 你才去做判断 所以逻辑上面刚好是颠倒 那也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它等于是空的 那就是直接跳离的意思 所以如果它是空的 像这两个 它就会跳到哪里呢 跳到它的这个End Sub 就离开 就不会做什么任何事情 然后呢 再来底下就是 如果礼拜六 礼拜六我们之前用到一个Week Day 那在VBA里面一样是Week Day 再把什么呢 我们的Sales 是IJ指的就是 这里面的其中一个储存格 比如说我跑的方向一定是这个 再往这边 一直往这个方向跑 它会怎么样 IJ指的是一个储存格拿过来 然后呢 判断一下 是不是等于7 等于7的话意思就是什么 礼拜六 如果是礼拜六的话 那我就做什么事呢 我希望 帮我把那个颜色 质的颜色 跟底色 做个变化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将来你会需要 去变更 你的那个某个储存格 里面的字的颜色 很简单 就是Sales 哪一个储存格的位置 点Fone 点Color 等于什么呢 那我前面讲过 如果将来你的那个颜色的话 在VBA 我建议你干脆用RGB就好了 因为用RGB最简单 反正就红绿蓝 那至于什么颜色 其实如果说我们这边用一个简单的颜色 我原来的发想是这样 就是如果他原来的那个是就是说呢 礼拜六的话 假设这个礼拜六 那我会希望干脆一字的颜色就给他一个绿色的好了 绿色我就直接加绿色 OK 那你想说 老师那绿色怎么知道绿色是什么颜色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这个地方你可以找到绿色 然后切到什么 制定里面 这边就有RGB 那当然呢 如果你要完全绿色 最简单的方法 最小是0 最大是255 然后呢 这个也是0 这个就是什么 纯绿色 0255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底下的颜色 我希望给他一个什么 浅绿色的话 那浅绿色 我这个选这个好了 假设我希望用这个当浅绿色 当我的背景 那我可以制定一下 这边会出现什么 204 25 204 那也就是好 如果你将来需要底色 加一个不同的颜色 那你就用204 这个这个再三个数字 那不过因为 204比较不好记 所以我有时候干脆把它凑个整数好了 就是红色的200 然后蓝色的话也是200 那绿色的话呢 就255 这样的话呢 就是一个浅绿色 那因为这样 就是我先知道 我的颜色 再来 我就直接在什么 在VBA里面 把这个颜色加上去 我刚刚讲过 就是 Fone Color 等于RGB 直接把绿色放上去 然后Inter Color 就是指的是底色 等于200 255 200 这个是浅绿色 这个是 等于绿色 那礼拜天的话 刚好颠倒 就是红色的字 然后这个是浅红色 规则 反正这样会比较简单 比较好记一点点 另外就是说 以后你要实做 那个颜色的话 字的颜色 出现个颜色的话 你会想说 那这一串 我记不起来怎么办呢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其实你先不要打刮糊 你点下去 这边会出现 你打一个F O 其实这个Fone就出现了 有没有 然后Back之后的话 电 有没有 Color也出现了 然后等于什么呢 等于RGB 其实RGB自己打上去 刮糊之后的话 你自己再把那个颜色打上去 0 逗点 255 逗点 0 后刮糊 那记得 最后再把那个 刮糊里面的哪一个 蓝哪一个列 把它放过来 这样也可以 其实我有时候是这样打上去的 RGB RGB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打错 有时候你会发现 奇怪为什么它不会变大型 因为打错字 有没有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也是一个 判断你是不是打错的一个好方法 你可以怎么样 打小写 RGB 如果你是打对的话 移开 它会变大型 但是如果你移开 像我刚刚为什么会停一下 因为我发现 奇怪它为什么没有变大型 那表示什么 我应该打错字 OK 这个也是一个 输入那个VBA程式的一个小技巧 OK 那我们就直接执行 就是比如说格式化了 像我这边我把它按下去 你会发现它全部都做完了 好没有 那当然还可以把它颜色拿掉 颜色拿掉就是把 一样的范围 全部都改回什么 那个 字的颜色是黑色 黑色的话就零零零 那底色的话全部改为白色 那不需要逻辑判断 那可是一样的是 一样的列就是二到三十二列 一样的蓝一到十二蓝 但是还是有一个状况 如果里面是空的 那你就不用去改它里面 因为里面是空的 基本上我的颜色也不会变动 那还原的话就直接执行过 全部都还原了 那其实还原的意思 不是把它颜色恢复到初始时 而是把它改回 我们要给它的颜色 就是字是黑的 然后底色是白的 但是如果以后你的 预设的底色 跟那个字的颜色有一个 不同的颜色的话 那你就是去变更这个部分就可以了 所以以后特别注意 只要想到有关那个 储存格里面的字的颜色 就封开了嘛 所以以后这个地方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当然你还可以配合逻辑判断 比如说一个 一个四串表里面有很多数字 你希望大于多少显示某一个颜色 你希望小于多少显示不同颜色 或者加个底色 那都可以用类似的 有没有 这地方来完成 那里面那有一个是还原的 可以还原 一个是加颜色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是我们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部分呢 最后有一个VBA的部分没提到 那我就再把这个部分的跟各位讲一下 但是 难度一定是非常高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给各位做参考 总共的话 最重要就是 这个年历的这个 这个组程式 那这边有一个 call格式化日期 当然因为我把那个副程式 独立写出来 所以特别注意将来 你可以用call 但是呢 如果你call的时候 记得请你把格式化日期 一定要放在模组里面 那如果说你在模组里面呢 没有格式化日期 他扣不到的话 那程式呢 就会发生问题了 也就是说呢 当然我把它分成两段 OK那这边的话 这边有个还原 所以最后做完一定是清除 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清空 再把它输入 比如2016 按确定 就把这个中断点拿掉 直接执行过 OK 然后全部 全部通通就跑完了 好 这个是最极致的 当然最自动 可是却需要花最多时间 那这里的话呢 给各位参考 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这个是上个礼拜 最后讲到的那个 有关年历的这个 VBA的做法 那当然一个工作 其实 如果你希望 可以很流畅的一次就全部完成 那这里当然会需要 做蛮多的事情 不过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像刚刚写的这个东西 绝对不是一次写完的 一定都是分很多个阶段 逐一逐一的 所以特别注意哦 你如果将来要学习 你也不要胡伦吞着 你也不要求快 一定要求扎实 所以你会发现哦 我在我的那个年历啊 这个上面都会有 一 二 三 四 所以如果你要理解的话呢 实际上应该是要分四个段落 去理解 如果你要一次全部理解 不可能 所以哦 一个一个 你先做完第一阶段 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让他可以输入一个 一个日期 这怎么做 里面最重要就是application 点input box 第二阶段哦 就是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 那这里我是用了一个函数叫day add 这个前面有用过哦 那这个就是两阶段了 然后再来就是第三阶段就产生日期 而且要跳离回圈 这边最重要是逻辑判断 再加上一个 is it for 最后就是格式化日期 所以会有四个段落的程式 那这个部分哦 都是渐进的写的哦 不是说一下子全部 一次就完成 不太可能哦 而且这个也是我花的蛮 可能这个全部都我自己想的了哦 因为刚好 我之前本来是只有前半部 我们用那个 就函数用公式的方式 产生那个 我们的年历 那但是后来我想说哎 既然哦 要 呃 就要不就是把这个VBA全部做完 所以就想想 怎么开始啊 那当然也是一样 逐一的去切割 切割完之后 逐一的再去撰写 我需要的程式 然后慢慢慢慢 哎 就可以把我需要的结果给做出来 那也就是说 你想要做的 其实你只要你的那个 呃 逻辑清楚 哦 那我想应该要把一个 VBA的程式哦 逐一的写出来 我想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情了哦 那 这个部分提供给各位参考 这个是比较完整的一个 哎 一个一个这个哦 就是实作了哦 那当然最好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这个恐怕是非常花时间的哦 哎 足以的去了解哦 哦 如果大家可以 可惜 可惜 可以的话 当然自己可以重新再 呃 把它做做 再再再重新 K过了哦 不过这当然是需要一点 功力的哦 哦 好 这里哦 我想各位先 试试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要继续再来看那个 就是下一个阶段的范例题 哦 下一个阶段范例题 那 其实一般坊间的书籍 比较可惜的 为什么不干脆直接拿出来 因为 像我们那一般的书籍哦 真的不容易拿来当上个 为什么 因为他都是片段片段片段的 那 那 每个片段你要 变成说自己要把它衔接起来哦 其实是我觉得是蛮有问题的哦 除非说你有一个完整性的一个 一个 一个范例 这样子我觉得才有办法全盘去了解啦 不然 不过这个书里面的好处是 也许你可以从片段片段片段 慢慢再把它组织起来哦 那就会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VBA的 就是撰写的哦 一个一个部分哦